记者洪定洪高雄报道,黄姓男子与五姓女友酒后徒步返家途中,被公车司机按喇叭,五女粉而持高尔夫球肝砸公车,黄南更抓伤警察,被当场逮捕,依防害公务罪嫌疑送法办,五女则依损罪嫌含送法办。 警方指出,9月2日晚间约9点,43岁黄南和49岁五女行经高雄市所营区自由二路与新庄在路口,五女引走在公车停靠区,五姓公车司机按名喇叭警示,五女认为五男故意将公车停得很靠近他,就拿随身携带的高尔夫球棍,敲打公车右侧车门玻璃及板筋,造成玻璃均裂及板筋凹陷。 吴南下车理论过程,黄南欲挥拳攻击吴南,被获报道场的新庄派出所警员忠义承治制,双方拉扯过程,黄南抓伤中原的右手腕,中原立刻压制,并依防害公务罪嫌,当场逮捕黄南。 黄南便称,他不是要攻击吴南,只是要丢兵朗渣,因为被忠义承治制,心生不满,才会与中原拉扯,抓伤他的手腕。